你们记得深夜食堂里面的茶泡饭吗 当我决定开始做的时候 却发现没有茶叶 所以贫穷的我决定向老板借一些 老板正在谈客户 哦 他们已经快走了 看看老板有什么好茶 咦 这个茶怎么都发霉了脸 这个又是啥 随便拿一个吧 怎么逃不出来 干啥干啥 快溜快溜 希望不老被发现 将山泉水加热到99度 洗一下茶具 这个热水器也是老板送给我的 三秒出热水 6度调温 超级便携 老板说泡茶一定要有85度的热水 这样子的茶汁鲜爽干纯 也不会破坏茶里面的有益物质和营养成分 准备一碗香喷喷的米饭 铺上蛋丝 海苔 少许芝麻 淋上一些日本酱油 一颗季粥盐自眉 酸酸咸咸 倒上热茶 朴实无法的茶泡饭 大功告成 我干了 你们随意 我是小雨 喜欢做好吃的就关注我吧